下面我们看一些代表作品 请大家拿出作品选的第一册 287页 请翻到第一册 287页 佛鸟斧 甲仪的生品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 他除了是一位政论家一位 他也是烧地府的一位著名的作家 他写了吊雀缘府 他写了佛鸟府 写得非常有名 司马迁在《死记》里面 把甲仪跟雀缘合成一传 雀缘甲仪的传 雀缘甲仪的传 雀缘甲胜的传 佛鸟斧是甲仪折居长沙的时候所做 我们上几个讲到了 甲仪在朝廷里面 他因为是个年轻人 他参加朝廷的大会的时候 他意气风发 议论很多 因此遭到了老臣们的妒忌 老臣们最后攻击他 最后呢 把他贬出了金城 贬到长沙去了 他做了长沙王太夫以后呢 他感觉到 这是一次贬折 因为长沙这个地方非常湿润 估计这个长沙王爷的皇帝不是很喜欢的 皇帝有很多儿子 儿子多得不得了 几十个是很正常的 是吧 他感觉到不太舒服 因此他写了这篇《符》 《符》 根据《死记》的《缺缘甲生力传》里面讲到了 就是甲生为长沙王太夫第三年的时候呢 有好非若甲生舌子于作语 好 什么叫好呢 好就是佛鸟 佛鸟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叫猫头鹰 猫头鹰 猫头鹰我们大家都看到 是不是 卖画画出来的猫头鹰 经常一个眼睛开着 一个眼睛闭着 是不是 这个猫头鹰是不祥子鸟 不祥子鸟 鸟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善鸟 有时候是物鸟 比方说乌鸦 我们今天看到很讨厌 出门乌鸦叫不祥 但是大家知道唐朝以前 乌鸟是学鸟 是季祥的鸟 非常季祥 我们鱼鸟的河姆都戳土了一个典型的文物 就是太阳鸟 就是乌鸟 这个乌鸟 图腾 这是一个图腾 这个甲鸟呢 看到了猫头鹰飞到他的房间里面去 坐在他的座位上 他就感觉到这个非常不祥 当时有一句话说 这个号飞到你的房间里面 在你这里啊 你肯定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就是你要死了 你要死了 你这个人要死的 因为猫头鹰都是晚上出来活动的 他白天不活动的 是不是 大家看到 陈儿子睡戏似于梦下 耿子日邪戏似即余舍 子于坐雨戏茂盛暇 以为雷翠戏似怪其故 法书瞻子戏参言其故 年鸟若是戏主人将去 请问于佛月 于去猴子就夫告我 凶言其哉 言说子度戏与于其其 禅恶子睡 禅恶子睡 禅恶子睡就是某年叫禅恶子睡 禅恶子睡 我们夺吐子的时候 雀元是生于哪一年呢 它的隐年 尸体 尸体是隐年 残恶是某年 某年就是说兔子的 兔子 兔年 就是那一年兔年 我们中国有十二生肖 十二年为一季 为一季 那么就是兔年 就是兔年那一年的四月的梦夏 我们大家知道 一二三是春季 四五六是夏季 我指的是农恋 那么四月呢 我们大家知道 每一个季里面都有梦 种 祭 第一个月是梦 第二个月五月份就是种夏 六月份农恋六月就是祭夏 那么四月梦夏 四月梦夏 这是同一佛词 耿子日写 就是耿子的那一天 就是兔年那一年 这一年 实际上是汉文第六年的时候 丁宝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四月 耿子的那一天 并且在太阳光已经变邪了 大概下午三十点钟的时候 四五点钟的时候 佛街雨色 这个猫头鹰呢 到了我的家里 猫头鹰到我家里 它飞到我什么地方呢 飞到我的座位上面 并且这个猫头鹰啊 茂盛闲响 这个样子非常冲荣 非常冲荣 一窝雷翠西 斯怪奇故 啊 忽然来了一个一窝 我感到非常奇怪 我呢 瞻不瞻一下 古人非常迷信啊 还有瞻不瞻一下 串言启动 有什么串言呢 我不知道我们这座的同学 相信不相信这一套 你们有没有去求过签啊 何大学以前有没有去求过 庙里面什么地方 咚咚咚咚咚咚咚 握握吹个东西了 上签还是下签 中签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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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有这样的活动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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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仪呢 他他也去求签啊 求签 这个签怎么说呢 野鸟若是喜 主人将去 野鸟到你房间里 主人要死了 将去 去嘛 当然是要离开 或者是死掉 请问余佛兮 余去何子 这夫告我 胸颜其贼 严肃是其其 他说 我去 我去到哪儿去呢 是不是啊 假如有什么好的事情 你也告诉我 我离开 是不是升官要离开啊 还是死掉离开啊 这个好的事情 你也告诉我 你不好的事情 也告诉我 这个事情来得快还是慢 严肃自其 严 我们读书啊 大家告诉大家 有一个 有一个规律叫 读书的他的声音 读古书啊 大家尤其要注意一个规矩 深境一同 同音同见 大家注意一个规矩 同音同见 大家注意一个规矩 同音同见 词 词当然也是词 大家看看 这个字 可以读成什么字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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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盐就是盐 声音一样的 大家注意储词 有时候用土地的方言去念 这个盐就是盐 也不是词的意思 盐 盐当然最坏成一词就是慢 就是词 说就是快 到底是快还是慢 这个欲欲欲欺欺 你把时间告诉我 甲义跟猫头鹰讲 我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快还是慢 你告诉我 否乃贪气 举手奋烟 可我不能言 请对语 这个猫头鹰的贪气 这个头抬抬 翅膀脏脏 好像讲话 下面呢 甲义猜度猫头鹰要讲的话 包头鹰讲了什么话呢 大家看看 万物变化是故无修学 或流而迁是火腿而还 行是转血是变化而禅 物莫无穷是无口生也 整个世界都在变化 什么事情都在变化 什么事情都在变化 变化是无穷的 或是复所义 或是复所佛 或是复所佛 好事跟坏事往往连在一起 你处理的不好 坏事会变成好 好事会变成坏事 你处理的好 坏事也会变成好事 优喜居门喜 即兄统约 他下面举例子了 比武强大戏 夫财已败 我们读过先前的时候 大家知道 夫财多少强大 最后八八八五八 约各打败了 约各只剩下五千人打的 最后团队亏几三少 你再敬一把就把它灭掉了 夫财就可以把勾箭灭掉了 是吧 约喜勾箭喜勾箭罢事 勾箭呢 曾经带领手下剩下的几个人 逃到亏几三少 实际上没有五千人 我估计没有 他虚张声势讲 跟五五千人 你假如打我的话 我会拼掉你一万人 对不对 你还不如收我五千人 你就变成两万人了 是不是 说得更好吗 这个这个 结果没想到 夫财呢 不行听了他的话 所以我夫财自己照样了 最后呢 勾箭罢事 勾箭呢 把吴迷掉了 吴迷掉了 勾箭成为当时 中国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私有最晨曦 这批五行 私 就是理私啊 理私我们大家知道 他由学各国 由 就是到别的国家去 求学求患 最后他已经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 他已经做到成像了 是不是 当然已经成功了 但是最后呢 这批五行 最后不单被灭掉 还灭得很惨 是不是 富玉须迷戏 那项祖钉 五丁 富玉 他后来是做了造房子的移工 但最后的五丁呢 把他请出来做了五丁的像 富玉须迷戏 富玉须佛玉 何以久默 名不可遂戏 命不可遂戏 所知几千 什么事情啊 富玉顾富玉不好说 他的意思就是劝贾怡 你不要觉得你在金城里 在汉文帝身边里就是好事情 你现在被贬到长沙里 就是坏事情 不一定的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一定的 贾怡是个很聪明的人啊 他现在推测猫头一讲的话 实际上就把四季的心理活动写出来 是不是啊 你的金城里就一定好吗 明天胜利做很大的冠军一定好吗 你要耐得住寂寞 你要在外面经得起磨练 这个才行啊 富玉顾虚 何以久默 命不可遂戏 所知几千 水戒之汉戏 思戒之缘 水 假如你把 留到一个很窄的口子的话 他就有时候会显得非常的彪悍 非常彪悍 这个悍不是干悍的悍 就是非常的彪悍 就像黄河 我们去看那个虎口的时候 虎口不虎 把那很慢的水 一下子流到虎口 葫芦口里 它就变得痕迹痕迹的 尸戒之缘 剑假如射过去 有时候能够射得很远 万物回不系正道相转 原真与将系 九末相分 大郡波沃系 央雅无垠 天不可玉律系 道不可余谋 此时有命系 焉舍其死 这一段实际上是假仪 借猫头鹰的话的劝他 劝他 世界上的事情变化无穷 货事跟负事 有十二事连在一起 好事跟坏事连在一起 你扁道长沙来 不一定完全是坏事 下面再劝他 切伏天地为柔系 造化为公 阴阳为碳系 万物为同 和善消息系 安有长者 千别万化系 未是有间 或然为人系 何作孔谈 化为余谋系 又何作患 天地 天地 是个锻炼人的地方 造化为公 阴阳为碳 万物为同 这都是比喻 根据当时的人知道的一些情况 他得进行比喻 小智智诗系 贱笔贵我 达人大观系 勿无不可 出贪腐殉辰系 历世殉名 贪腐殉辰 一贪心的碗 最后为了财而死掉 壮士 最后为了自己的名而死掉 这个就是壮士 今天我们的历世一定是指人死掉的谁叫历世 曹操也讲到了历世暮年 秦汉的时候的很多的话 跟我们今天的解释不一样 大家要注意 历世就是壮士 夸者是全系 品序美生 所不自图系 活去其多 大人不去系 亦变其统 欲是系说系 贱若求俱 自人以我系 得于道具 中人获获系 毫无建议 真人甜莫系 得于道谢 诗字 宜行系 超然日少 辽阔 恍惚系 遇到遏想 称流这世系 得底这子 终去为命系 不思于己 其生系如佛 其死系如修 但夫若深渊子子尽 藩护若不系之中 本身故自宝系 仰空而佛 得人无累系 私命不忧 系故地界系 何作已宜 这整篇我们看看 这个佛鸟符 佛鸟符 文道中 贾拓与佛鸟的问答 抒发自己怀态不遇的 一种忧悦不平的情绪 但最后呢 他能够自己安慰自己 他举了老庄里面的理论 其身是等过父的消极思想的自我排泄 自我排泄 佛鸟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一般古代的人 认为碰到了猫头鹰 就要死 你飞到 看到 尤其是飞到你的座位上 你必死无疑 这个甲鸟 有这样的迷信思想 迷信思想 还有一篇是梅琛的切发 他也是写得很好的一篇 烧鸡符 也是写得很好的一篇烧鸡符 切发这篇符 是假设 处太子有病 那么无可去问 用七件事情来 启发太子 因此叫切发 他先跟他讲 太子生病了 什么都不能够刺激他 他用音乐去刺激他不行 用饮食去刺激他不行 用车马 车马就是游览 去刺激他也不行 都不行 都不能够刺太子的精神 重新精神起来 最后以田列 冠涛引起太子的兴趣 使他略有起色 最后 要向太子推荐放手指示 讲述精辟的道理 太子听了以后 出了一身汗 就豁然病愈了 他的主子呢 是说明享乐 服秀的生活 是滋病的一种根源 要听取耀言妙道 以提高思想 是滋病的最好的钥匙 这篇词符写的规模非常大 非常大 是烧地府的后期了 后期了 这边七发子非常有名的 希望大家回去一定要看一遍 一定要看一看 尽管里面的文字有些不好 希望大家还是看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司马相如的子虚府 大家看一看 厨师子虚一起 看屏幕上吧 我们介绍一点时间 厨师子虚与其 王谢法车起 与死者出填 填拔 子虚固者乌有先生 都是假式的 大家看看明显的假式的 为什么呢 子虚先生 子就是先生 虚就是没有的 没有的先生 大家再看另外一个人 叫乌有先生 乌有先生也是没有的先生 两个没有没有的先生 对话 最后呢造了一个人 叫乌世公 乌世公也是没有的人 乌世嘛 对不对啊 这不念王 念乌 所以这个对话的三个主人公啊 这个子虚府啊 一个子虚先生 一个是乌有先生 一个是乌有先生 一个是乌世公 三个人 做安 乌有先生问月 今日天 乐乌 乌有先生问他 今天打略快乐吗 子虚先生说快乐 活都活物他是少 那么所以什么快乐呢 对月 不若其王之月 夸不以抽其之重 而不对云蒙子虚也 可得文虎之月 子虚也可 就是一个是代表奇过的 一个是代表楚国的 楚国的 齐王呢 夸耀他的这个人好 还有呢 车技呢 很多 他呢 对云蒙呢 回答他云蒙的词 云蒙我们大家知道 是先清两汉的时候啊 我们湖北的一块 很大的一块 挖地 大概就是现在洞庭湖的扩张 现在留下了一个湖 去洞庭湖 那个湖叫云蒙河 我们大家知道地窍会变化 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河流也会变化 我们西七小区 高平的那条河啊 西七河啊 本来是很大的 我们早时候住得很大的 现在越来越窄 给人家卖地卖掉了 现在窄在那一条 一条 这个 很多河呢 已经消亡到地下去了 地下去了 所以吴四公最后呢 出来讲话 子虚先生 你的诸和子乐 也不子乐 乌游先生 你的诸和子乐 也不子乐 我吴四公写的 天子子乐 才子乐 希望大家子虚府 上陵府啊 大家也会回去 多一遍 好不好 我们多了汉语院文学专业以后啊 像这些有名的府啊 还要铺到一点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